兩樣都真的不錯 腐竹也不會太鹹 這個漢堡爆擊 我真的不會說 是這樣的 我吃得好東西少 尤其西餐 我真的沒吃過這麼多漢堡 但又有焦邊的一個煎蛋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10點了 我所在位置是南沙 是一個我很久沒來過的地方 就是王國鎮 應該都沒來過 據說 在南沙最旺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王國 第二個是東沖 但王國有很多商場 今天就過來逛逛 現在我打算先去吃早餐 先說前面有個早餐店是不錯的 喝茶那種的 不過現在都差不多10點了 應該都有東西吃吧 一進來市場隔離 這麼多餐廳 我會在前面往右轉 這裏叫寶田街 還有雨鴿八八折 魚生一條50元 這麼厲害 可惜我不是很好魚生 我會繼續往前走 前面往右轉 就是我要吃東西的地方 那裏是會有一個虛的 兩個事情 第一 可能我真的來得太晚 剛才我開車經過 我去找停車場 另外第二件事情 就是它的虛是比較有趣的 它是新力的1和6 今天就不是1來的 沒辦法了 但是市場也是有的 附近也多這些大的櫃 不像我們印象中 藍沙那種 殘殘舊舊 好像舊潘魚那種感覺 就不是的 魚好像對面一樣 又有一些叫做柴火雞 柴火魚 看上去好像很吸引 這邊走進去就是襯虛的地方 我先去吃東西 這裏除了柴火雞以外 還有新疆烤肉 村菜館 甚至木屋燒烤 不但如此 再往前走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還有港式茶餐廳 都很旺 比我想像中的東櫥還要旺 東櫥其實挺分散的 我印象中 至於其他幾個鎮 什麼大江那些 老實說 就真的沒有那麼旺 什麼魚窩頭那些 還沒去到餐廳 先說說題外話 其實我現在拍攝的時候 是播放我們去順德 去花鳥庸市場那條影片 其實當時我當然不知道 它已經火災沒有了 我神仙什麼 拿到這樣就淒涼 真可惜 這樣就沒有了 好像只燒了一部分 因為它花鳥庸市場 大家有看我們影片 都知道 它是一個主館 有棚的建築物 但是另外那邊 賣鳥庸那邊 好像沒有燒 但我不肯定 但是有沒有影響 100%是有的 真是可憐 又少了一個花鳥魚蟲市場 那就沒有了 已經可以說 是在大灣區 我甚至乎說 面前這裡 就是我要喝茶的地方 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寫 那腸粉粥那些 我就不別了 因為後面 我還有東西想吃的 有很多好東西吃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有排骨 排骨 我要糯米雞 不要 這個 這個蒸糯米飯 蝦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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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大腸 不是 這個是豉汁蒸生腸 好菜 好吃 那要一籠 對 這個好吃 好啊 好啊 蝦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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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 這邊是 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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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來來 來來 我買了東西吃 28元 這樣坐在 坐在裡面吃 我選擇了坐在裡面的 開心 來到這麼晚 還有東西吃 再說一次 餐點的 叫明華 又或者我們會說 先說一下交通路線 說說 南沙是很大的 黃國是有地鐵站的 我說走路 走路 25分鐘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什麼理由 會走路 如果在這裡駕車去黃國地鐵站 都是很快的 8分鐘 打車的話 只需要幾元 如果大家回來遊玩 南沙遊玩 可以過來黃國這裡看看 除了我們看到這些傳統的東西 還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讓我清潔雙手 這些點心 我們在老城區就見不到 對不對 有糯米飯 原先我打算叫糯米雞 看到糯米飯 它是這樣蒸著 有炸了的花生 有些蝦米 有些芫荽 有些芫荽 這些便是靚糯米飯 那個要有的東西 知道好不好吃 你不知道 嗯 它不算很黏的那種 不是黏著的 它更像一種炒飯 是有糯米在裡面 但比例不高 其實我更喜歡這種 有時候糯米太多的話 第一口感不太好 第二 其實胃不太好 這裡還有 蠟肉的那種味 也會發生的 很香 好像蒸著的炒飯 有些芫荽 但比較遺憾 就是我沒有辦法知道 每樣東西是多少錢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這裡只收了我二十八元 都不貴 我猜應該這個是最貴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便宜的 這裡呢 除了我沒有吃點心 還有腸粉和粥的 我沒有吃腸粉和粥 因為是在西關大打也吃 所以南沙以前 其實都是屬於鱒魚 飲一下燒酒 吃一下早餐 那裡又有三菌粥 那裡又有腸粉 就是很想我吃蝦餃 蝦餃 蝦餃 都是試試一些市區飲茶 不是經常看到那種點心 這個糯米飯 真的不算太黏 我可以接受到再黏一點 不過呢 兩者之間 我寧願它沒那麼黏 真是挺過癮的 這個真的很好 而且份量也不少 我想我桌面這堆東西 跟老婆兩個應該可以夠吃 說說怎樣來 我今天是開車來的 我是在 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因為左高峰上班 超級濕車 如果要來 都是我建議 大家沒有開車 都是去到黃角站 會比較適中的 如果你想再快點 不想來到黃角站 才再轉 你在廣州大陸城打車過來 不便宜 但也快一點 好 這個 香香甜點 不錯 先吃這個 不要吃完 試試這個 這個 就得意了 是這樣的 有些辣椒 紅色 綠色 超爽口 好吃 一邊都不爛 嗯 這個好 很多香料去醃 黑椒 我看到有黑椒 還有份量也不少 還有少量的腐竹 嘩 腐竹好味 挺好的 這個 有醃度很厲害的感覺 嗯 果然不錯 這樣再滾鏡 兩樣都真的不錯 不錯 腐竹又不會太鹹 最初我蘸這個 我很擔心 它一上來 哇 鹹到不得之了 那種 不會的 即使空口吃 都不會太大負擔 少少的辣味 而且這些欠汁 人數 非常多 非常多 嗯 現在過了十點 都多客人 我想如果再早一點 還會更多 如果每天早上都可以吃到早餐 搬過來也值得 嗯 確實不然是太鹹 哎呦 接下來就做了這個 客人薄餐 其實我對這個 期望是最低的 但往往期望低的 都會有意外驚喜 又不是這樣的 吃過 煎過 放了一些 嗯 肉 蔥 進去 因為老闆 都叫我吃蝦餃 我說不用 那就試試這個 蘿蔔糕那些 好像放了一段時間 試試這個 嗯 挺想像中好的 夠脆口 肯定不是現天一看 都要放在這裡 但是呢 都很煙軟 開了這個粉 是很有技巧的 因為我婆婆以前 做這個 是很厲害的 但是呢 現在做的 很多都很油 這個都比我婆婆做的 比較油 如果說好吃 當然是我婆婆做的 都會好吃的 這個也不錯 吃飽飽了 挺好的 少量打飽 確實真的 與眾不同 不是那些 千篇一律那種 是可以去到地鐵站的 不過就不是這個方向的 應該是另外一個方向 而且呢 因為比較遠 所以呢 上車的時候 要跟師哥哥說 要去哪裡 他告訴你 多像這樣才行的 就是大井村 這樣 王國鎮 王國呢 正如先後所說 藍沙這裡 不是 藍沙這裡 應該算是比較多 寫字樓 現代化的地方 現在我們走這裡 當然是沒有那麼多 我會在這裡 一直往前走 就安排了 他說家裡的水果 已經吃光了 必須要再買一些 現在如果有看對的買 而且我認為 買水果來到藍沙 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那些羊肚 很好吃到 上次 上次我都不記得在哪裡買 很好吃 又有搶粉店 又是這種 小店 坐在這裡 街坊最愛那種 還有餐廳 賣包 不錯 這裡是賣菜的 就是一種村 例如這間屋 像這間屋一樣 條路不是很闊 但是兩邊屋都還算多高 另外後邊的那些 就是新建的商品房 我們會叫做住宅樓那種 裡面當然是多這些小食店 這裡有早點 就是早餐檔 又有豆漿 會有一些食品批發 什麼意思呢 汽水、煙、酒 煙 我不知能不能 酒、牙膏、牙刷這些批發 這些都會有即食麵 那些 甚至乎你想吃這個雲吞麵 這裡都有的 王國店 一瓶傳統 竹星麵王國店 這裡你進去就是市場 我會在市場外邊走一走 要賣水果 除了面前這些固定店的水果檔 我曾經經過 還看到有些農民阿姨 拿出來賣水果 但是現在是30分鐘之前 不知道他們現在收攤還未 通常如果他們收攤的話 都是要去到11、12點 或者開始熱的時候 今天就幸運了 下了幾天雨 今天非常好的陽光 30水果店就多了 我們不可以在水果店賣 我們找農民阿姨 好像那邊有的 不是的 那些雨好像走了 前面那裡有幾檔 那就算了 我們進市場裡面 看看這個市場夠大 應該來說 除了東蔥 這個也算比較大的 可能比東蔥還大 也不出奇 這個叫做新鴻基市場 名叫做厲害 幾檔 都是賣菜賣番茄 不是賣水果的 前面 我們從這裡進去 室內市場 現在已經是10點半了 市場應該是 買菜最多人的時候 有香蕉 我是想買些羊肚 或者先看看 市場大 就不會有那種 很多人 很逼逼夭夭的感覺 這裡還有很多 這是虛日擺賣的 即是說 趁虛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被人擺盪的 下次可以跟他老婆來試一下 王國燒肉 對 王國燒肉也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應該是要買一些 先看看價錢 王國燒肉55元一斤 脆皮燒鵝55元一斤 燒鴨各種都有 我應該要買燒肉回去 老闆買王國燒肉 買一斤 那一塊 後面 很脆 已經可以吃到 這樣 已經 這個就是我剛買的燒肉 這麼大盒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收了我五十六元 這麼大把 老闆娘說 第一斬的那條 還未夠一斤 我想要一斤 現在就來試一下它 我選一塊 選一塊 這塊 這樣看沒那麼背光 多脆 應該好吃 我看過斬的時候 已經很脆 最清楚就是上面的一塊 如果拜餐 拿這一盒給太公 太公很開心 這一塊 至少下面的肉 始終有點冷 正常的東西 十點半 炒 再炒它 更好吃 這塊 非常好 好像吃餅乾一樣 大家認不住這間 吃的名字 就叫王國燒肉 真正 真正 還有很多燒臘店 這些就不適合 也有燒肉 我們繼續走 我想賣水果 外邊的衣人在這裏 我們應該不會賣 看看這邊 這邊是賣肉 這邊又有 又有壽司雞 也不貴 含花雞 三十一元半隻 這邊是賣肉 可惜沒有實價 還有 我要回家 還需要很長時間 所以就不必了 這檔都開檔 清明可預定 豬肉 和牛肉 各種都一應俱全 但只可惜 找不到水果補 不過水果補 通常都不會在中間 中間的 通常都是肉檔 近期 肉類 大速上升 不知道這裏怎樣 只可惜 沒有實價 如果不買 我沒必要問 是不是 前面這裏是賣蔬菜的 蓮藕 來到南沙當然要買蓮藕 各種蔬果都齊全 光雞 這裏也有 竹絲雞 鴨 都有 還有 來到這裏聽到 大多數都是講語 這裏完全 沒有說普通話 人的意思 不可能 但很多都是講語 至於老城區 搬過來街坊 應該不多 但是有 比如先後 坐在我旁邊吃東西 那一對夫婦 那一對夫婦 還有木瓜 簡單行一圈 先行一圈 看看什麼樣子 始終是第一次來這個市場 看來水果檔質不多 莫非要回到外面買 竹蔗和木瓜 我們看看木瓜幾錢 怎樣的 青一點就1元 熟的就2元 這個3元 3元都沒所謂 這個 這個 木瓜 木瓜 屬於熟的那種 可以馬上吃 只給了4元 只給了4元 往市場 進發 還有番茄 這邊還有番茄 還有番茄葉 各種的 市場都很熱鬧 不過我發現 現在市場 多了一些用紅色燈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有一段時間 全部都改了 說不給的 但是一年都未夠 過去了 現在很多都用這種紅色燈 其實真的不好 比較好 好 外面 這些都很漂亮 超級美麗 是很漂亮 但是很漂亮 我們繼續看 看起來很漂亮 这里全部是水产 卖鱼头 中山脆肉环 或者现在多了很多沙蠢 这里也不贵 只要卖到35元 25元 南沙吃海鲜 水产当然好 市场真大 我兜来兜去 都找不回才来 水果当在哪里 我决定不在市场买水果 所以回到外面买水果 它是室内市场 如果去到夏天的时候 应该不会太吃力 如果有机会可以找一次 如果刚好撞正是星期六日 又是1号、6号 可以过来大采购 市场走过 我们走到户外 再买水果 去下一个地方 话说王国有很多商场 在南沙之中 那些很现代化的商场 等会我会去其中一个 看看那里有什么走 水果在对面的店铺 沙鸡买香蕉 不过早前买香蕉 老婆吃光 不知芒果是多少 芒果是多少钱 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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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热 又买了这么多 那也是时候回上车 再去下一个地方 其实很近 在这里开车过去 上车再和大家慢慢说 我们又来到这个商场 这个商场叫做月桃城 有很多住宅 有很多住宅 吃一栋一栋 它们的公仔很有趣 好像一只核 那样 上面有什么餐厅 又有很多 鲍鱼 又有卖波鞋 卖手机 星巴克 肯德基 亦应俱全 这里还有喜茶 回来这里玩也挺好的 但是前提就是要有驾车 在这里要去地址 其实也不太远 因为来我们先头去到那个镇 村 即是吃早餐那里 都是开了五分钟车都不用 又有星巴克 前边又有 对面有个露营的广场 这里 不过现在天气太热 我想都没什么人去 奶茶店最多是咖啡店 奶茶店 我们经常说 永皇商场已经搬离了市区 是有原因的 在郊区 这里也算是郊区 郊区越开越多 租金便宜 监盘又多 那里有一个万货 如果在这里回到市区 大概 看你回到市区去哪里 如果是龙津路 一个半钟头 慢慢收收回去 但是要走高速 18元左右 如果要去天河 就会再快点 去商场走走走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所以其实没什么人 都是很正常 而且已经比我想象中 多样的了 又有奶粉 吃的 好像挺好吃的 弄得我心里 厚佳手工奶粉 这么漂亮的 至于这边 就是卖手机的 旁边卖衣服的 也不是一个 节假日 人少点 鲜头在另外一个入口 就会多些 可能那里近餐厅吧 这里全部都是买 苹果电话的 前边有些卖衣服的 奶茶店最多的 又或者像这些 卖一些小零食 这里这些 还有屈臣市 万宁 我看见好像有 但是屈臣市 肯定有 这里是先卖摇摇嶺 在深圳也很多 这个粮品铺子 也是有的 是会再吃点东西的 不过先等一等 现在11点20分 说到住酒店 其实价钱也不便宜 比如说有 麗峰 最上边这个 下面就是一些民宿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这些全部都要打车过去 与其打车 不如打车回去 地质站 回市区 比较好 商场 这里有卖小米 卖米 这边有卖金铺 我打算上二楼看看 这里基本上就看过了 这里上到六楼 还有一个移荣天地 很刺激 但是未到移荣天地 这里已经有一个永望吉之道 在二楼的 奶茶店 卖衣服 基本上都是商场基本的配置 至于今天老婆没有陪我来 我的超市就不进去了 我相信六楼看看 这里还有卖眼镜 但是商场 如果对于南沙来说 老实说 我觉得不算太大 我们印象中 南沙的地方 都高 所以应该会很大 这里比我上次去过 另外一个商场 好像在东涌那边 这里会比较小 小的地方 如此 都不乏很多 餐厅 还有电影院 这里卖小朋友东西 通常很多商场 一定要引入很多 这些卖小朋友东西 小朋友来玩一天 父母在商场逗留一天 尤其不像老城区 那些可以在街上逛逛市场 这里一定要靠小朋友的玩意 才能留下客 我们再上多一层 这一层已经看到很多餐厅 譬如长安美道秦哥哥 右边有鱼城小鱼 不是面 那是吃松烟火锅 这里还有电影院 点击它的唐人 这是餐厅 余城小鱼 云南心山 野生菇菌汤 因为附近有很多 这��方做工仕 所以工仇有很多技术工夫 去佛逅 що做牢尽 Agency 第一 第一,他们并不是在广州老城区长大的 当然想过这些优雅的生活 回到龙真路和人逼那些是我们才喜欢的 这个重庆餐馆 后面有我很喜欢这个秦哥哥长安味道 因为来到这里没有必要再试那些 在珠江沙城里吃到的那些 所以就不必了 但是客人就没什么 因为都是未够早点半 这里还有个虾鱼 虾鱼好吃 这个叫做龙门虾鱼 我知道我有看社交媒体的 有看新闻 很多香港人上去深圳 就专闻这些吃的 试试不同味道也是好的 这个就没听过 但是装修都挺漂亮的 看看价钱 158元一条青江鱼 再加些蔬菜下去 如果两三个人都是200多元左右 有就可以解决了 挺好的 还有夜饮 9元而已 对面还有寿司食 或者信德菜都有 这个是L4 甚至这里还有茶餐厅 九龙茶几 这层多东西吃了 茶餐厅也有客人的 应该是港式茶餐厅那些 我是吃这些的 五楼蛋二十九 咖喱虾 挺好的 不是我想象中的茶餐厅的 不吃了不要看那么多了 还有大龙师傅坐镇 当然不在那里坐镇 他应该是顾问的 再走这边就没做了 吃韩牛即是韩国烤肉 还有前边还有自助海鲜烤肉 如果我和我老婆来的话 我想会试试这个 多漂亮的装修 看上去应该挺好吃的 但是我看不到多少钱 他那里写着 6.5折 学生自助78 儿童自助58 幼儿就免费 还有生蚝任食 如果是7.8折 这里有写 原价168元 午餐98而已 这样的 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不敢吃太多 可惜今早吃了这么好的 如果等到星期六日 又要走商场 尤其天天气热一点 我想真的可以一试 带个老婆来这里试试 叫做姓喽 好像那些酒店的自助餐料 就算是原价也就是168 也合理的 南沙多好东西吃 再来牛扒先生 我估计应该是吃牛扒 他像这个这样 我最喜欢这些餐牌 那么大幅写着 这个 招牌火炎厚切雪花牛扒 59元而已 叫一杯饮 一百元应该都可以 这样坐着 当然不像扒房那些 那么漂亮 也是像快餐店的风格 就是万种其多的 顺德菜 顺德小馆 但是他没有写一些 餐牌在门口 它是这样的顺德菜 一杯 纳米 蒸秋 风 金枪 鱼干 78元一条 这些很考功夫 又或者拌起鱼皮 29 雙皮奶 19 都合理 和这个 焦糖 螺丝虾 很厉害 很厉害 又或者这些 竟然用花椒来蒸鱼 顺德菜 很难得 108元一条 这个是拆鱼羹 19.81元 可以 很多食物 很多 顺德鱼腹浸菇菌 46元 毛骨汁鱼 48元 可以 现在对吃泰山派的辣 不习惯 其实这个上德菜 挺好 来到这里 餐厅越来越少 都是这些 阿婆牛杂 我们基本上看过就可以了 应该会再上六楼看看 这个儿童游乐场 而且 看到楼上也有餐厅 看完它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一个广场 还有一个商场 应该叫 水岸广场 那里 还有all day brunch 我也想过去看看 既然都开车来得到 南沙了 没理由不去看 我们先上六楼看看 这个最吸引我 可惜 胃容量有客 这个 自助海鲜烤 这一层也还有餐厅 这个是泰国菜的 我是想出去外面 都要去看看 不过我想 现在应该没有小朋友在玩 也有 叫魔法奇奇农场 即是玩什么呢 先出去看看 而且 这里又可以喝茶 这些便舒服了 现在这个时程应该吃饭了 这么大个大厅 这么风起宴 我看过社交媒体 早上是有早茶喝的 这么大个餐厅 在偷偷看 对不对 挺好的 这么大个餐厅 下次可以过来这儿 试试喝茶 又可以带小朋友过来这儿 玩玩玩奇幻魔法农场 小朋友在这儿跑一下 晒一下也好 饭也吃多些 原来这样的 是免费的 和小鱼拍摄照 小朋友一定最开心 空气又好 又有阳光 晒一下太阳 这些小朋友都生得高一点 现在那只河马 准备在那里偷走 还有特价点心 漂亮 有早茶 好 今天 下次 星期二 晨晨竹加股酸马拉高 都是26.8元 挺好的 商场简单和大家看过 其实重点是 我是想去下一个商场 据说那里 很近 是可以看到 不知道算不算海 那里应该不算海 那里 那些蓝沙的河冲 去到才说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去到看看便知道 我们下一个画展 我又去了另一个商场 其实不是很远 蓝沙开车很快 这个是星河Coco Park 然后这里又有银行 广州银行 如果我没记错 我一个初中同学还在上班 真是精彩 然后我就想去那边 好像有个叫水岸广场 好像是这样叫的 过去看看先 那里也有食物 这些又有印象澳门 新派融合菜 外边是车来车往 应该是王国大道 叫做 那里我想吃饭的地方 应该是这一堆 但是我还没看见 水岸广场这个景象 暖外行 是这样的吧 搞到好像我想试一下 然后在星河Coco Park 里面都是有很多餐厅 小问题就是如果 去到夏天 都挺辛苦的 这里没有任何树木 这里还有一个叫做 港澳自助服务 怎么我估计 会扮香港通行证吗 不知道 看上去不像 应该是 是的 这里做港澳通行证 做港澳通行证 都有这么多地方 对不对 挺方便的 应该是 沿着这里继续往前走 南沙这里 其实来香港不是很远 这边走进去又有 哇 挺漂亮的 这个环境 这个是喝啤酒的 这边是铁板烧的 不过全部关门 前边这里 就是望着水道 也不叫河冲 应该叫招门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环境挺漂亮 如果在这里生活 真是捨异 大前来 你一定要有车 好车就是人都瘋 我开着一辆车 因为我今天过来 其实我有事情要找人 其实我很早已经找到那类人了 我才去那里吃东西的 如果不开车来 人都瘋了 打车 我试过有一次来到南沙 是打车走的 是打车在地铁站 下次也不想 我刚才听见中介哥哥说 这边租屋是不贵的 31厅都是3,000元 3,000元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其实是可以的 你一路坐到南沙厚运港 在这里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有船坐到香港 还直到市中心 好像是港澳码头那里 很方便 从社交媒体来的 说这个餐厅好像挺好的 来到南沙厚多这些 看上去没什么人 但突然间又会有个餐厅 这里是吃那些简式西餐 可以坐在半户外部分 又可以坐在里面 是这样的 决定坐在半户外部分 看看有什么食物 说清楚之后 价钱肯定不会太便宜太便宜 有可丽饼 38元 还有很多不同的厚味 经典 又有牛肉 还有二色蔬菜 黄油烤蘑菇 我会选一些 回到市区 不时经常吃得到 这些意粉 也是三四十元 例如这些意粉 42元 其实也合理 也有 或者冰淇淋 也有 咖啡也有 咖啡我肯定不喝 今早已经喝过一杯 這些焗魷魚、海鮮飯 今早已經吃過少許的菜 不要吃得那麼豐盛了吧 英式早餐 TTKC 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 菠菜班尼庭黑蛋 二麵 這也不錯 夠了點好東西吃 剛才聽見哥哥說 附近租屋不貴 上边的租盘是2,200元的三房 王国即是先投我们去吃早餐附近 2,200元的 甚至乎这个叫建通 对不起 看错了 看少许各位 例如这个 蓝沙堡利食 1,900元 王国时代天日就是我们才去吃早餐 2,400元 就算是豪装 不知在哪裏 213平方 打关斗也可以 用来拍剧集都可以 离地的站暴行 都要很久 如如如现在这个 月荒城旁 不就是先留我们去商场隔离 看看有多少钱 2,500元 蓝沙十里方圆 这么漂亮的 这些是实拍的 2,500元 挺好的环境 蓝沙是很好 只不过地名真的有些怪 譬如说叫招门 很难想象到 是这样的环境 例如如我现在在这附近 其实就是招门 又或者是亡港亡国都不能高级去哪裏 但是是有这么漂亮的商场 甚至乎这里 星浩高高park 都在旁边 香港观众应该知道星浩高高park是什么 深圳也不知挺漂亮的 大致于二手房就不便宜了 便宜了 不便宜了 就像这个 新房 130万 又或者下面这个 这个应该会比较旧的 125万 190万 但是问题是 这些是超大的 如果用到这些钱 回到老城区 我说广州 哎 差到不得知了 但是就是殷位 17000元 1平方米 这样的 我的食物到了 首先是这个餐 这个餐是500元 经典英式早餐 然后隔壁这杯 这杯饮饮叫做 Mojito Soda Mojito Soda 重点是这个 这个是有 很多东西的 一个煎箱蛋 它标明是无菌的 两件煎得很焦的 培根 然后这里有些雜粮米 但是有些饭椒 很有趣 是不是饭椒呢 我不知道 再来这里有些牛油果 还有这里 这里有个汉堡扒 大家觉得这个价钱贵不贵呢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如果你回到市区 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带X鹿 那些 这个餐都要多少钱呢 早餐都要三十几 还没计算饭 还有一件隔壁 你看 它不是 死死实实的那种 哇 这个汉堡扒 就是 我真的不会说 是这样的 我吃得好东西少 尤其是西餐 我真的没吃过 这么漂亮的汉堡 那个汉堡里面是有汁的 不是那些 快餐店吗 我都不言而遇的 那些 是吧 这样的 哇 我的皮是脆的 中间是很汁的 这样的 这个厉害 这个 这个真是厉害 我原先等了很久 我都以为他们会不会是 忘记了我 那样时是什么原因 后来 送食物来喝才知道 苦虾功夫做的 在外国住的观众 应该觉得 都不太出奇 应该相信你们都吃过 很正常的 但是在广州 我想要去到珠江新城 那些 很贵很贵的 就吃得到 我试试这个 这个没什么期望了吧 嗯 它吃下去是有 一些胡椒粉味的 正常的 这样的 健康 是的 总之是主打个健康的这些东西 如果它有一些焗角 可能我会更喜欢 嗯 都可以 接着来试试牛油果 牛油果 其实在国内 在广州我不要讲国 有一些 好一般 吃下去 没有味道 也有肾 大家应该知道我味道 很爽口感觉 这个还可以 不是我吃过最好的 但是绝对不差 街边货 嗯 嗯 回到南沙 又有新 又有既既好 又有一层虚 又看龙洲 又有这些 优雅的西式早餐 来试试培根 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吃培根 但是呢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喜欢吃 它这个呢 是 煎到 比我想象中 哇 好像蠟肉 哇 你看看 究竟好不好吃呢 不知道 试试啊 刺也刺不开了 刺也刺不开了 终于刺开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件 汉果多士配合好一点 嗯 嗯 很脆 绝对不会说 很硬很硬 好像在吃 吃一条没煮过的腊肠 我很怕它还不闻 而且它的口味很香 很厉害 它 中间收之后 培根是很肥的 很多油脂 它是 它是煎到呢 好像有少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韩国虾肉呢 如果你叫那个 善姐姐煎得脆一点 那种感觉 好像饼干 那样的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 这五花肉 做出来的 有少少像澳门 猪肉肝的那种感觉 不错 嗯 这个也挺好 这个就 不良的 25元收我 试试这个 这个 这个会不会有酒呢 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的 而且它们的份量里面 也没有写说有酒 哦 原来这个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个面包 刚刚焗起 这个等一等 这个等一等 这个也挺好 好脆 这个培根 但是如果说到最完美 也真的是这个 切下去 是有汁的 再拌一点 鸡蛋 太阳蛋 这样 哇 整天的能量都够了 果然挺好的 它这个蛋不是那种 煎到没有边的那种 是半熟 但是又有焦边的 是一个煎蛋 哇 嗯 接着 拿少许面包 少许面包比较少一点 嗯 很蒜香 我又真的吃饱饱了 大家看上去那一点 我觉得 最精彩的就是那个汉堡拍 我没有吃过那么好的 虽然我不是对这个东西 好 好趋之若无 但是呢 今次吃到真是好 以后也吃不回了 即是那些快餐店 那些 真是 太好吃了 来到南沙有这么多东西玩的 我也是时候要回去的 因为时间都不早 现在1点12分 那么开车大概不停车 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回到老城区了 会回到这边走一下 如果你的时间回到广州 是比较多的 可以过来看看 哦 原来广州 也有这样的地方 虽然看上去不太多人 但是呢 商场也够多的 交通也便利 但是你们就一定要打车 一定要打车 没错了 下集见 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帮我点的啦 下集见 拜拜 下集完 吧 这边是 我听说这边是 那边是 这边是 每天都是 宝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